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可以试着设想这样一个场景 就是你和一个来自于韩国的整容外科医生一起欣赏一个大明星美女括号美男的照片 你刚说,哇,他的眼睛真大真迷人 那位医生却说,双眼皮手术只是一个很小的手术,而且几天就可以恢复 不过隔开眼角的手术会麻烦一点,不过也没有太大的技术难度 你刚说,哇,你看他的鼻梁多挺啊,亚洲人很少有这样挺直的鼻梁 可是这位医生却说,亚洲人的鼻梁确实没有这样直 但是亚洲的医生做的鼻梁确实世界上最直的 比如说你现在看到的这个 你又说,他的脸型真的非常漂亮,是标准的V字形脸 哎呀,这么小的脸,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旁边的医生却会不屑的说,他的脸型以前并不是V字形的,而是压力型的 他是在做了肖骨手术,又在脸上打了几针以后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也可以把你做成这个样子 我可以先给你抱一架,你考虑一下 我想这时候你可能觉得非常的无趣 好好的一张美女图,现在看起来鲜血淋漓的 后世的某个人在和大家一起看历史剧的时候,也经常自己扮演这么一个无趣的角色 比如说别人在感叹剧中的男女主人公忠贞不渝的爱情的时候 后世的某个人却说别浪费感情了 这两个人在历史上根本就不认识 当你在赞叹剧中的男主又帅又长情的时候 他却说这个人在历史上实际上胖得像头猪,而且还是个花心猪 不瞒各位 我都觉得后世的某个人实在很烦人,很无趣 但是呢有时候就是这样 真的东西未必美,而美的东西又未必真 你单纯的追求真,有时候会很无趣 而只追求美,又有点自欺欺人 所以要我说呀,到底是追求真还是追求美 这也要看是针对什么事 比如说对于现在很多的古装剧 甚至包括一些所谓的历史剧 你只追求美就足够了 至于真吗,多少了解一点 特别是对那些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 对他真实的那一面呢多少有些了解 不至于让剧情把你带歪了就足够了 为什么今天一开始就说这些话呢 主要是因为毕竟我的这个频道呢 是以古装历史剧为契机 和大家一起聊聊历史上的真实发生的事情 所以在讲述的过程中 不免就会和剧中所讲述的有很多的不同之处 在这里呢 我并不是想贬低剧组主创人员的历史知识水平 我相信他们这么改也是因为剧情的需要 他们也是想把这个剧拍的美一点 其实啊,就像我刚才说的 影视剧呢可以专注于它的美 我呢就专注于我的真 二者可以说是相得益彰 互有借鉴 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各取所趋 可以说是解大欢喜 不好意思耽误了大家几分钟时间 说了一些和今天所讲的话题无关的事情 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话题是什么呢 今天呢咱们就聊聊这部剧中所表现的和历史上不一致的一些人和事情 比如说剧中的武才人,剧中的杨妃和他的儿子曹王李宁 以前我给大家讲过这个才人在宫里的妃嫔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我再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在唐太宗时期,准确的说是在唐宣宗时期以前 唐朝的后宫制度呢是这样 后宫设有皇后一人,夫人四人,夫人呢又称四妃 分别是贵、淑、德、贤 再往下呢是九贫 分别是昭容、昭仪、昭元、修荣、修仪、修元、充容、充仪、充元 再往下是结余、九人 这三等合称二十七世妇 再往下还有宝林二十七人、玉女二十七人、财女二十七人 这最后的三等呢合称八十一玉妻 总共加上皇后一百二十二人 这些并不是在宫中所有皇帝的女人 皇帝有时候还可以临行那些他中意的宫女 甚至是宫中六上各司的工作人员 所以财人在妃嫔中呢就处于一个中间的位置 品级呢是五品中等偏下 就算是他是在财人中排第一位 那前面还有九个美人、九个结余、九个贫、四个夫人 这么多人要都站在一起的话 武财人必须跳着脚喊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皇帝才能发现的 不过虽然如此啊 财人这个品级呢也有他很特出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和上面那些品级的妃嫔们不一样 他有他自己的工作要做 他在宫里并不是那样一来伸手翻来张口 他还要做很多的事 所以对财人的要求也就不会像对一般的妃嫔那样 只要容貌端庄美丽、性格柔顺就可以的 财人呢是要求有一定的文化程度 这样才对得起那个财字 比如说以前我们讲过的唐太宗李世民也曾经喜欢的那位徐财人 他本身也是一个财女 而武则天从小也从他的母亲荣国夫人那里接受了很好的教育 财人在宫里的主要工作呢是负责记录 比如说他要负责记录 宫中的妃嫔们的饮食起居 以及他们的丧残的情况 因为皇帝鼓励农耕 所以妃嫔们平时也要养残重丧 财人呢就要负责记录每个妃嫔每年的收获情况 然后呢承送给皇帝预览 有时候一些官员到内庭向皇帝汇报工作时 财人也要在一旁做记录 这些呢还都是一些比较容易完成的工作 另外还有一些工作呢就比较尴尬了 就是在皇帝与他所宠爱的妃嫔入寝的时候呢 财人要负责为皇上更衣 等于是把皇帝也就是自己的男人收拾好了以后 送到了别的女人的床上 而且自己随后还要关注这侍寝的情况 因为他要写起居住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武财人能够有机会认识晋王李治 因为那时候唐太宗在生病 而照顾唐太宗的起居也是当时武财人的工作 并不是说他当时有如何的得宠 他不过是趁工作之便结识了李治 最后是李世民的病没有好 但是武财人跟李治倒是好上了 这时候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唐朝的皇帝有这么多的嫔妃 那么他是怎么安排侍寝的呀 是不是像有些影视剧表现的那样翻个牌子什么的呀 其实我们熟知的那个翻牌子只是清朝的一个侍寝制度 唐朝的侍寝制度可是比那个翻牌子可要是先进多了 充分体现了语录均瞻的原则 这说起来还比较复杂 所以呢如果没有考过奥数的观众朋友就可以跳过后面的这几分钟 李白有首诗曾说举杯妖明月对影成三人 可是在唐朝的很多妃嫔的眼里 月亮可没有这么多浪漫主义色彩 而更像是一个时刻表告诉他们今天是否有幸沾到那点雨露 如果这天昊月当空是一个月中月亮最大最圆的这两天 也就是每个月的十五十六号 那么宫中的所有女人除了一人以外都可以洗洗睡了 不必再期盼着皇帝回来 这个人就是皇后 而当月亮只剩下了一个小月牙 是在每个月的月底的那几天或者是在月初的那几天里 那些低品位的妃嫔们 倒是可以期盼着皇帝会突然出现在他的宫门前 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啊 唐朝的侍寝制度是跟月亮有关系 他们将每月的三十天分为上半个月和下半个月 上半月的一号到十五号伴随着月亮从小慢慢的变大 给皇帝侍寝的嫔妃的等级也是从低到高 到了十五号月亮正元的时候 只能是皇后独享皇帝 下半月的头一天也就是十六号 皇帝还是皇后的 这一个月中最好的两天可以说是花好月圆 自然就归于了皇后 由此也可见皇后的地位是尊崇无比 那么剩下的那些天是如何分配呢 咱们先从上半月开始说起 上半月的初一到初九 这九天时间属于那八十一名玉妻 九九而玉 意思呢就是每晚有九名玉妻 侍后皇上连续九天 再往后十、十一、十二 这三天就属于那二十七名侍妇 也是每晚九人连续三天 十三就给了九瓶 十四是属于四妃 然后十五十六还是皇后 到了十七又是四妃 十八又是九瓶 十九二十二十一还是二十七是妇 然后从二十二到三十这九天时间 又归了八十一玉妻 这样一个月算下来 皇后独占两天 四妃分两天 九瓶拿走两天 二十七是妇拿走六天 八十一玉妻拿走十八天 总共三十天 一天也没让这皇帝闲着 而且大家可以算一下 除了皇后和四妃以外 九瓶二十七是妇以及八十一玉妻 他们被皇帝临兴的概率都是百分之二十二点二二无限循环 这才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雨露军瞻 这样公平的分法 非嫔们应该是没有什么意见了 可是有没有人考虑过皇帝的感受 皇帝每位有长达十八天的久久而遇 每晚要给九位嫔妃上哲学课探讨生命的意义 这一个月下来 皇帝估计对哲学方面的问题应该是恶心坏了 如果这时候谁要当着他面提康德的话 他能一口吐在旁边的黑格尔的脸上 我估计唐太宗李世民在每晚家业班努力工作的时候 耳边仿佛听到了他父亲唐高祖李渊对他说 说儿啊 现在你知道朕是怎么死的了吧 僧多粥少 狼多肉少 最可气的还是那些平师弟说自己是忠于陛下忠于社稷的那些忠臣良将们 到了关键的时候 没有一个能够分担一些皇帝的工作量 甚至连提都没人提过 就这么玩皇帝一个人 这还真不如皇帝身边的那些太监呢 虽然也帮不上什么忙 但是至少还能在心里头喊着皇帝够够够 那如果皇帝的身体承受不了怎么办 那就只有请兵驾了 说龙体欠安 说实在的 就这么折腾不欠安才叫奇怪呢 到了唐玄宗时期 后宫妃子的数量就更加多了 唐玄宗呢 有时候也就犯了选择恐惧症 于是呢 他就采用两种方式去选择为他示锦的嫔妃 一个呢是制骰子 谁赢了 唐玄宗就为谁示寝 不是 唐玄宗就让他示寝 再有一个呢是唐玄宗自己捉一只蝴蝶 然后让那些嫔妃们呢 在殡边插一朵鲜花 最后这只蝴蝶落在了哪只花上 唐玄宗就让这个妃嫔侍寝 这就有点像我们以前讲过的 晋武帝司马延的洋车旺姓 晋武帝司马延的后宫有上万名 比唐玄宗还要多 他也是犯了选择恐惧症 于是呢 他就驾着他特制的那个洋车 就是现在的BMW宝马车的前身 保洋车 而且还是家常家大型 他就坐在这洋车上 这洋车停在哪个飞瓶的宫门口 他就进去和这个飞瓶共枕 所以他的飞瓶们对他的这个洋车 都是非常的可怖 这个故事呢流传到了现在 又有了一个新的版本 就是那句宁可在宝马车上哭 也不在自行车上笑 这和当时那些飞瓶们的心态是一脉相承的 在这部剧中 我们看到武才人和那位杨妃 一直是争斗不休 那么在历史上 真实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关于这一点 我们就要从这位杨妃开始说起 准确的说 这位杨妃不应该叫杨妃 应该叫齐王妃或者朝次王妃 或者干脆就叫杨氏 因为他从来没有得到过唐太宗李世民的册封 所以他和李世民的关系 按我们现代人的理解 应该就是同居 在李世民的后宫中 倒是真有两位杨妃 一个呢是隋杨帝杨广的女儿 生下了皇子吴王李克和楚王李殷 还有一位杨妃呢 可能是隋朝大臣杨素的孙女 她生有皇子是赵王李福 这两位妃子加上燕德妃 这三个人都出自于洪农杨氏 另外武才人的母亲容国夫人也是洪农杨氏 隋官王杨雄的侄女 所以武才人就是杨雄的侄外孙女 而齐王妃杨氏也是出自于洪农杨氏 她是杨雄的侄外孙女 所以她跟武才人的关系应该是表姐妹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洪农杨氏在唐太宗李世民的后宫中 实际上已经编织了一个巨大的关系网 而武才人以及齐王妃杨氏都是这个关系网的受益者 武则天能够进入皇宫被封为才人 以及后来他能从感业寺中胜利大逃亡 投入到了李治的怀抱 这一切的背后都有洪门杨氏这个关系网的运作 要不然武则天写给李治的那封情义绵绵可怜巴巴的信 又是怎么能够传到皇帝李治的手里 而齐王妃杨氏以罪臣之期 最后竟然能够得到李世民的恩宠 背后也免不了洪门杨氏这个关系网的一番运作 所以说武才人和杨氏两个人的关系应该说合作的成分更多一些 在剧中他们的对抗的原因主要是因为 杨氏想让他的儿子曹王李明能够夺得太子之位 而武则天支持的是当时的太子晋王李治 但是实际上晋王李治和曹王李明的争夺 在历史上就从来没有发生过 李治做了太子以后 他的太子的位置可以说是无人能够撼动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李治是唐太宗李世民这时候唯一的嫡子 不管李世民是出于对长孙皇后的爱 还是出于他根深蒂固的嫡子情结 他都不允许有人会威胁李治的太子之位 而且李世民为了李治能当上太子可以说是费尽的心思 大家知道以前李世民的太子李承前因为涉嫌冒返被罢处 后来卫王李泰又因为想太子之位想的太急切也被李世民罢处 这时候李世民就想拥立晋王李治登上太子之位 但是呢他又担心群臣不服 于是李世民就演出了一场苦情戏 有一天散朝以后 李世民就把他手下的几位重要大臣 像长孙吴继、李继、楚遂良 几个人留下说要跟他们商量点重要的事情 几个人刚一落座李世民突然大声的就哭了起来 痛臣前太子李承前以为王李泰辜负了他的期望 然后是越说越伤心 突然不知道从哪儿拿出一把刀就要抹脖子 这时候旁边的楚遂良眼明手快 一把就把李世民手中的刀夺了下来 大家没有听错 楚遂良一届书生是拿毛笔的手 竟然空手入白刃夺下了一代军神李世民手中的刀 这时候这几位大臣大惊失色 有位大臣还跪在地上不住的磕头 口中还说到皇帝呀皇帝你的戏过了 当然了这是这位大臣的心里话 但是他没有说出来 他说出来的是皇帝呀皇帝你要保重龙体呀 后来长孙吴继就问李世民说那皇帝您意欲何为 李世民就嘟囔的说我要立亲王李治为太子 希望你们支持我这时候这些大臣还能说什么呢 只能盲目的说的一定支持一定支持 李世民总算是顺利的把这场苦情戏杀了清 而且也让晋王李治登上了太子之位 我估计李世民在演这出戏的时候啊 他的心里可能非常的怀念他的老搭档魏征 那是一个真正的老戏骨 如果魏征在的话 李世民肯定不用这么费力的自己搭梯子自己爬来爬去的 魏征一定会把一切都为他铺垫好了 所以李世民肯定会对他现在的这几位大臣有点失望 心里头可能会凯叹一句 嗨跨界的终归是跨界的 那么关于那位曹王李明呢 首先啊曹王李明是唐太宗李世民最小的儿子 他是第十四子 他是在贞观21年被封的王 他具体是在哪年出生的 这个呢已经查不到相关的记载 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推测一下 他是在贞观21年被封的王 唐太宗所有的皇子都是在三岁的时候被封王 所以我们推算李明应该是出生在贞观18年前后 李治我记得是出生在贞观二年 那么他们两个人应该有十几岁的差距 所以不论是论敌还是论长 曹王李明都没有和晋王李治争夺的资本 而且如果他是在贞观18年出生的 而到了贞观23年李世民就驾崩了 那也就是说在李世民活着的时候 曹王李明最多也就只有五岁 所以就更不可能和晋王李治有过什么交锋 曹王李明长大以后也是去知藩了 后来到了唐高宗时期 那时候呢武则天专权 曹王李明因为和武则天的儿子 就是后来被追视为张怀太子的李贤 以前曾经有过交集 李贤被罢处以后 曹王李明所在封地的地方官员 为了向武则天邀功 就诬告李明曾经暗通李贤 最后逼迫着李明自杀 后来高宗皇帝李治知道了以后呢 就把当地的官员全部罢处 但是呢也为杀一人曹王李明也就这么冤死了 咱们再来说说这位齐王妃杨士 据中说李世民曾经想立他为皇后 这件事情呢还确实是属实 在新旧堂书中都有记载 李世民曾经为这件事情跟大臣们征询意见 当时的魏征只说了一句 就让李世民改变了主意 魏征怎么说的呢 魏征说陛下不可以为陈颖所累 这个陈颖呢是个人名 她是春秋时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牧公的女儿 秦牧公呢曾经把这个女儿嫁给了当时在秦国做质子的晋国的公子公子雨 公子呢就是国君的儿子 后来晋国的国君去世 公子雨呢就想回国去继承王位 所以呢他就和他的妻子陈颖商量 陈颖就说说公子你是晋国的公子 你回去继承晋国的王位呢是你的职责所在 这点呢我不能拦你 但是我的父王把我嫁给你也是让我能够看护着你 我如果跟你一起回晋国 我也对不起我自己的父王 所以呢你就自己回去吧 我也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父王 于是公子雨就回到了晋国 而且顺利的登上了王位 就是历史上的晋怀公 晋怀公登上王位以后 并没有马上的赢回陈颖 而且呢和秦国的关系呢开始变得越来越坏 后来晋国的另外一位公子就是公子崇尔 他是晋怀公的叔叔 这时候呢也成了晋怀公的政治对手 不过崇尔呢一直在各国中流浪 这次呢就流浪到了秦国 秦目公呢就决定要扶持崇尔 这次呢他又把他的这个女儿陈颖 嫁给了这时候已经六十多岁的崇尔 崇尔起先呢是想推脱 因为他觉得呢陈颖先嫁给了他的侄子 现在又嫁给自己 这个呢有点不大合适 所以想推了这门亲事 但是他手下大臣们呢都劝他 你现在就不要考虑这些了 关键你是要得到秦王的支持 能够回国夺回王位 所以最后崇尔就勉强答应 陈颖呢倒是尽心竭力的伺候着崇尔 有一次啊崇尔从外面回来 陈颖呢给他端来了洗脸水 崇尔洗完手以后手上的水没干 他就向陈颖挥了挥手 意思呢是让他下去 但是呢这时候手上的水滴 就溅到了陈颖的脸上 陈颖一下就急了 当时呢就大骂崇尔 当然了人家陈颖呢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人家骂人的时候呢都是非常的文雅 陈颖对崇尔说 我看你是有点蹬鼻子上脸 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吧 崇尔瞎坏了 马上跪地道歉 而且呢还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 这个呢我就有点看不懂了 他这到底是想道歉呢 还是想干点什么别的 后来秦穆公派大军护送崇尔回到了晋国 顺便也就夺得了王位 崇尔继位以后马上亲自去秦晋的边界迎接陈颖入晋做王后 这就是有关陈颖的故事 魏征之所以这么说是想提醒李世民 第一陈颖先后嫁给了叔侄二人 在史书上被认定为淫且贱之人 李世民想立这样的女人做皇后会有损皇家的声誉 第二点就是齐王妃有死就是齐王李明 而当时的太子那时候还是李承前 皇后的儿子却不是太子 这无形中就会给太子之位造成威胁 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魏征就劝李世民不要去趟这池浑水 李世民呢也愉快的接受了魏征的建议 其实啊这很有可能又是李世民和魏征连魏出演的又一出戏 可能啊李世民那时候正在宠着齐王妃 齐王妃呢也有做皇后之意 李世民呢不好直接的当面拒绝她 所以呢只能说这件事情呢我要和群臣商议一下 然后魏征呢自然是领会了李世民的意思 就说出了这一番话 李世民呢也就顺水推舟的拒绝了齐王妃的恳求 然后还可以说不是我不想让你当皇后 是大臣们反对我也没办法 因为如果李世民真的在乎齐王妃阳士的话 他不给他皇后之位也至少可以给他一个四妃之位 最不济也能给个九瓶之类的位置 而且那时候恰好有一个四妃的位置是空下来的 但是李世民并没有让齐王妃阳士去顶上去 终其一生齐王妃也没有从李世民那里得到一个名分 所以说他也是一个可怜的女人 至于魏征说他淫且见 这点呢我是非常不认同的 至于为什么呢 因为涉及的内容太多 咱们呢下次有机会呢 再慢慢的跟大家聊 在结束本期视频节目之前啊 我突然想起来了 这期好像我还没有跑题呢 这点让我非常的不自在 所以呢我就抓住最后的机会 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崇尔的小故事 要不然今天不讲的话 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机会再讲了 这故事呢就是说崇尔在各国流亡的时候 有一次呢到了当时的曹国 曹国的国君曹公公对崇尔是热情的欢迎盛情的款待 这除了因为崇尔的贤名以外 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位曹公公的好奇心特别强 因为啊他曾经听人说过 说崇尔这人呢身体结构跟别人不大一样 别人的肋骨都是一根一根的长着 而崇尔呢却是一片就是一块骨头 曹公公呢很想知道崇尔是不是真的长成这样 于是有一次趁着崇尔在沐浴的时候呢 他就偷偷的掀开帘子往里面看 可能是因为他有点紧张 所以掀帘子的时候呢不小心把这帘子呀整个就碰掉了 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时刻的情景 两个大男人面对面而战 而且崇尔还是光溜溜的 那个情景啊可以说是尴尬的妈妈让尴尬进门 尴尬到家了 崇尔看到曹公公的眼光总是盯着他的泪不看 也就明白了他此行的目的 虽然说心里头是满腔怒火 但是毕竟是在人家的屋檐之下 也只能趋一缝合 于是呢他就只给曹公公看 说你看我的肋骨跟别人一样也是一根一根的 后来崇尔回到了晋国登上了王位 晋国在他的治理下也逐渐的强大起来 崇尔一直没有忘记了当日之辱 于是没多久就率领着大军攻入了曹国 把这位爱偷窥的曹公公押回了晋国 所以这件事情呢可以说是史上最严重的偷窥事件 导致了两国交恶甚至导致了战争 这位曹公公也是好奇害死猫 为他的强烈的求知欲付出了代价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咱们正题也说了 跑题也跑了 心情也变得舒畅了 好的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